嗆嗆三人行 一人礼件 咱们昨天已经聊了一集了 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嗆嗆三人行 就聊到最后才聊到真正重要的问题 是吧 所以我是想起 昨天最后你谈到的一件事 其实可以发挥发挥 就是说 这个汉语到底适不适合歌唱 我认为我个人觉得 我很不适合歌唱 怎么讲 很多音不利法 比如说吃 这种东西 尤其如果你的最高音是赶上这个字了 那真是倒霉了 吃 因为有一个歌唱家叫贝姐 他来中国做指导的时候 然后想演示 但那学院唱的最高音 正好是一个吃这个字 他也发不了这个音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 我很久了 我今天好不容易碰到音乐人 我就问了 香港的流行音乐很发达 到处都有影响 可是他们有一个情况 他们的曲调啊 常常是买版权买来的 就是拿了欧美日本的一些歌 但是呢 他给填上广东词 一唱 有时候还很出名 广东话另当别论 又变成梅艳芳啊 他们一唱了什么歌 然后最后由于梅艳芳 他们唱过了以后 这首歌的原版 又可以在中国啊 或者香港卖一版 那这个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 我也问过那个 那个 那个叫谁啊 那个 哇一下 管他谁呢 就说事吧 不是那个去世的 黄采 黄采 他来跟我们讲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香港的这个音乐的发展 我也问过他 他就 他也没好好回答 他就说 我们真的很严格的买的 他真的是 每个歌都是很严格去拿 首先是 好旋律是特别难的 好旋律是很难写的 我觉得他们都在填词啊 整个很多人都在填词 那为什么广东话填进去 好听 这个我还是听一个老师 跟我讲过 咱们今天的这个普通话呀 古人可不是这样说话的 你比如说这个唐诗里边 这个香音无改 病毛衰吧 这个都不押韵 对吗 但是你用广东话一念 他押韵了 所以他是更接着 也许唐音 所以他们讲啊 比如说念这个佛经啊 咱们现在就觉得 有些时候你普通话念佛经 念都让人睡过去了 难道是不是 当时唐代的时候念经 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效果 音响效果 有些学者认为完全不一样 现在你这个普通话念的啊 如是我闻的 什么什么 他是你可以想象韩国话 你可以想象日本话 可以想象广东话 如果是用这种声音念呢 符合唐代的那种啊 铿锵 实际是铿锵有力 甚至是深圳 乌语 他达到一个特有的音响效果呀 所以所以我插出去一句 现在广州要推行 什么东西都用普通话来读 没有特别批准 不能讲粤语 现在很多人在反对嘛 我的粤语虽然说的不好 我借机表示应该支持方言 我觉得中国的方言不仅是广东话 我告诉你 现在有很重要传承 中国的方言 应该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绝对的 要是都变成一种声音的话 我们将来会失去 那如果按这道理 那铿锯也会普通话来唱 我爸唱铿锯的 那没法想象了 对 那还有哼曲呢 那还有平坛呢 对那就没有特色了 你想我想起啊 你还有一位这个音乐人 高晓松 高晓松在这个喝酒之前 在我们这做过节目 他呀有一个观点啊 跟你这个有相关 他就更极端 我记得他当时聊 他就说汉人 汉族人血液里 就没有这个音乐细胞 他说汉族人 他说只能接受最简单的和弦 说你稍微复杂点的这个节奏 像美国黑人 就就舞动起来 他说你什么时候 你看看汉人 汉人是音乐确实是 发尘可尘 这什么道理 什么道理 我觉得是不是跟这个 鲁家有关系 首先他就不是 不是开放 不是一个内敛的 不是一个开放的 非洲人是 注重节奏 是忽略旋律的 对 我们是很注重 最主力旋律 对 在中国 中国也有很多问题 他只有旋律 没和声 所以他有齐奏 你唱都大全唱 都没人唱命骚 很少 对 其实少数民族 云南某些族 他会有和声 汉族其实这个 确实是告诉 我记得那个 文革的时候 大家哥送毛主席 最后看下来 全是各族人民 哥送毛主席 没有汉族人 全不是各族人民 对不对 全不是 不是藏族盟主 整个东方虎 你去看 全是各族人民 哥送毛主席 但是你像 咱那湖南花谷戏呢 那种农民田间的小调 这算汉族的音乐吗 汉人的音乐 那也不算吧 那是土家族吧 应该是 汉族要一定要算 那只能算到曲艺上去 二人传 二人传 但二人传的历史很短 当然了 那个曲艺上有 地方戏有 但是音乐上 音乐上还有一条歌词 你刚才讲的 那我也特别有体会 因为我上课有一次碰到一留学生 专门问我一个问题 把我愣了一下 他说北京Opera 跟Opera有什么区别 京剧 他们翻成叫北京Opera 我说那还不简单吗 我们的北京Opera 有时候唱 有时候说 哪像你们的Opera 每一句话都要说 但每一句话都要说 你仔细翻成 我去奥地利听歌剧 你觉得很神圣 你仔细内容一听明白 就是 请过来不 喝杯茶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就 有试图把那个 那个完全的歌剧 什么变成中文演唱 现在说 妈妈咪也用中文演唱 我就 我就很佩服他们 不太适合 那不太适合 就像你昨天说 你说你写歌的时候 总是要先写这个 旋律 旋律 再签词 我有一首歌叫 风吹麦浪 它有一半以上都没有歌 只是哼麦 因为我试图听什么词 都会打扰这段旋律 所以可信很 就汗里没出现 但所以这需要 好的词 你就会特别 像罗雅又很好 林十一很好 他听完词之后 不会磨损这段优美的旋律 这个我听的 我现在听音乐听多了 这个素养有点进步 开始能欣赏 这个音乐性多一些 元素多一些的东西 要是说早期 那真的是 节奏对我没什么用 就是我得听你这个调 对 其实调是 我认为那个是一个歌手 最才华体现 比如你的编曲 你的和声是可以模仿的 比如可以借鉴 德标十一 比如板板龙一 日本的这个大师姐 对 他很多东西借鉴 德标十一 拉威尔这些东西 这是没问题 但如果你把对方 旋律拿过来 这就要抄袭了 旋律是唯一不可以抄袭的 节奏大家都可以用 旋律是真正内心长出来的东西 你这个就解开我一个误解 我过去老听你们这个音乐人说 这个说多了以后 会让我有一个什么误解呢 就是说我如果只是喜欢旋律 显着我这个音乐水平就很低 音乐性就很差 其实也不是这样 有句话 旋律其实是一个作曲家的一个 最本真的 最能代表一个作曲家的一个东西 其实对一个 无论一个无名小卒 或者一个大师级人物 写一段让错人都喜欢旋律 都是同样的难度的 太难了 保罗麦尔特尼 就比特斯那个主唱 他因为大师级的 他说我现在坐在钢琴前 想写一段自己这么好听的旋律 我今天都不知道怎么谈 那个韦伯啊 这个Android Weber 最近一个 Love Never Die 爱永不消失 就是他最近写的 他就是来源于一首歌 一个一个全力 酝酿了 弄了十年 现在这财真是不行了 他好像身体也生病了 不像以前的 整个歌剧我听下来 最好听的还就是那一首歌 就是那一个旋律 我有时候在想 从作曲家的这个旋律 跟整个乐章的乐曲的这个关系 我就想到要一个作家 或者要我们所谓的文艺的从业员 说主旋律是听别人的 那我们就我们就只做和声啊 这个就抽掉灵魂啊 对 我们不能说主旋律是人家富有的 那我们只是真是文艺工作 我们就成佩气了 对 是吗 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他讲这个 我特别有同感 就是我觉得现在好东西啊 知道不容易了 特别的这个难 对你来说可能是就是灵感的产生啊 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就是 哎呀 一个真正好的一说一个作品 所以也不可以责怪 你比如那天我看这个陈凯歌 拍的那个霸王别姬 我在电视上又看一遍 我觉得哎呀 真是好 就是说他这个里面啊 就不就包括你是 也不风魔什么 人不风魔不成活呀 这一句话在剧中反复出现几次 每一次就跟相声这结构三番四斗一样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环境 这就是一个这种奇思妙构吧 我看看这样一个电影 不管他对京剧的看法又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地方啊 但是整个这个作品呢 要怪不得能得嘎那这个奖 可是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我看了我就会觉得啊 一个导演 其实陈凯歌 不管他以后拍了些什么 对吧 就这个 我认他就应该感谢他 他就提供过一个东西 因为你知道真是 就是说包括你像这个歌 很多人也都说这个歌星 咱们只有一首歌 往后都是越来越一茬不如一茬 可是很多很多唱歌的人 无数遍的在唱这一首歌 对不对 就是这一让大家记住的这几句 甚至你就像他说的 这个旋律是多么难 我现在注意到就全世界都有这个性 很多歌星他再出专辑出什么呢 还是那个旋律 只不过他重新的节奏 重新的配器 他再弄一下 我作为一个外行听音乐的人啊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 人声唱的 我能听的变数 总不如存契乐的 就是说 比方说你肖邦的钢琴曲 我听多少遍多少遍 我听的那个次数总归比 有哪怕是再喜欢的一首歌 很喜欢的一首歌 我听的变数总没有契乐的多 这个是我的一个无知偏见呢 还是说是一个共通现象的 这是个新话题 但这可能对我来讲不是这样 这可能是对您是这样 有的歌 我想想 我还不能马上下下结 我想想 我总听的歌和我总听的契乐曲 是不是一样 因为我有想到 比方说现在每个时代 我们都会出很多歌 但是基本上的乐曲啊 从我们人类来说 就已经被德标西莫扎特 他们写的差不多 那没有 没有 我觉得整个这种音乐的形式 在二十世纪以后 就是能够跟他们去相提并论的 作曲家 你数吗 你二十世纪的作曲家 你去跟十九世纪比 我觉得这就像是说这个古典画派一样 他反正画到那个程度 登峰造极 对吧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讲四九年以后 中国吧 你现在能大家唱唱的很喜欢的歌 有很多 但是纯粹能拿出来演奏的曲子 耳全音乐啊 很少的几个 对不对 梁柱啊 数量远远不如歌 其实有道理 比如说就要像物理学一样 就是说牛顿爱因斯坦 基本上把整个物理学大厦 全都建构起来了 后来的物理学家经营 做一些修修补补的 简单的工作 当然不能否认是后面的贡献也很大 对对对 但是对 对于古典音乐呢 就像您看这个新年音乐会也好 各大的有重要音乐节 反而回去就是就那几个人的 classical 对 就那几个人的作品 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 但流行音乐我倒觉得 大概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那比如说 国外流行音乐 当然国内就是 先不说中国这个 只要说欧美 他们的音乐其实 发展的是 越来越丰富了 你比如说彼多斯很多作品 我说一句话 它在深美上 不见得比彼多芬 莫达特又差多少 他们有他们不可替代的地方 永不可替代的 人也同意 比如说 对对对 比如一四对这样 这样的 都要精彩的歌曲 它不会的比 那个 舒伯特的小夜曲会差 包括卡彭特很多歌曲 就人他 提供另一种 什么可能 对 提供另一种可能 比如我们是似乎觉得 只有这种 就拿古典音乐来讲 像古典音乐拍那些作品 很美 但他们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 后面那些德标西这样的人 把和尚弄得那么美 也让我想 如果莫达特和贝特芬活着 他们听 这个德标西或拉贝的作品 他们一定也会很惊艳 就需要以此类推 这个 比如说 更早的一些音乐家 听到后来的 比如说美国 这个奈娃娜 刚才说是 他们这些作品 前人也会吃 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一个面 每种音乐是一条线 这面有无线 无穷过这个线 所以音乐无线 真的是 我觉得是音乐无线 依然动人 我跟你讲 对 你像Pin Floyd 就是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 他们甚至都发展到 做声音的实验 做声音的实验 像尼古拉斯凯吉他 某一种材料 某一种金属 还融在他整个摇滚 他那个摇滚 就跟交响乐一样的 规模宏大 配器丰富 他所以说声音的探索 我觉得是无线的 以至于咱们可以 就是很有趣 他们找来一段视频 Blues国歌 咱们的国歌 外国 Blues的唱法 很好听 但是你不要上完上线 我是觉得 咱从音乐的角度 跟你平常听惯 国歌的味道 完全是另一个味道 有吗 可是很好听 你可以听一听 亲爱不愿做努力的人 把我们的虚弱 做出生了美心的疆怅 重复民族 但要最温暇的时候 一个人被图置发出 最后的吼声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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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望重一心 冒着敌人的把握 前进 闹着敌人的把握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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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意思吧 估计会有争议 在中国的土壤上 这个会有争议 中国对国歌的处理方法 跟美国人不一样 美国的所有重大的 橄榄球比赛 尤其是超级杯 你这个一线的歌手上去 唱国歌 你一定要唱出心意 你一定要唱的 跟人家不一样 对不对 你要搞很多很多滑枪 而且它是 他们表达爱国情绪的 一个高点 因为它是 它跟春晚一样 它的电视转播率 是最高的 每年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荣誉 上去唱 但当然他们不会说 你怎么把国歌 这段唱成这样 这段唱成这样 他们国旗是可以 做靴子的 对不对 他们这个 端会也可以 端会也可以 我们这里 这叫外国人唱唱 你如果是三个 中国歌手的话 我估计 美国的自由 咱没法比 或者说没法学 他那个当街烧国旗 最终最高法庭裁决 那是他的表达自由 我觉得刚才看这个 从音乐来讲 就挺有意思的 这么讲 这很多歌曲都可以变成 他们那样的 Blues 任何一种音乐 都能诠释 所有的音乐 我还想请教你 你觉得咱们中国人 现在欣赏音乐方面 还有救吗 因为我听过很多 就是说中国人 现在消费的这个音乐 卡拉OK话 这不就剩下这个 这个唱的这个旋律 而且呢 随着现在这种手机 就是劣质音响的这种 这种听彩铃 就就 今日听个调 听个民间小调 听个调 这种东西 对一个民族的耳朵 有什么影响 其实是很不好的 但是 有就比没有钱 明白吧 因为很多人就是在 没有钱买CD 或没有买音响的情况下 他拿一个手机 虽然很破 但那东西毕竟是音乐 他还比听到 照样能打动人的心灵 对 但如果你天天 你就开奔驰了 住很好的房子 你一人拿那个听 那就是你有问题了 这是其实 多了去了 我们周围很多人 是玩音响 他不断的追求前后级 这个喇叭 他的变化 他已经变成物理学 他跟音乐没关系 他工业 他是变成一个工业的人 对对对 这种人有个名 还是个党派 叫器材党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世界有海徐的地方 就有华侨 所以你这个闽南会 我有个卓越江会 这个户屋夫妻 都想当他 台中有桥 桥中有台 涉台桥物 更需要政治智慧 桥界也确实有亲台湾 或者是亲中国内地 这样子的不同的团体 这个修兵 没有打仗 何来兵人相间 问答中国桥连主席 林军 双席五夜神 问答神州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红火火 过新年 红花狼 我喜欢他呀 就有一个原因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 其实咱们每一个人 在自己的行业里 都会碰到种种的诱惑 喧嚣 诱惑你做另外的选择 因为音乐种类太多了 这么多 今天流行这个 今天这个火了 明天那个火了 但是你看 他一直就坚持着 他类似于一个 毅然不变的一种涌唱 这一种 但其实我讲 真正 我当然不会标榜自己 好的音乐家 从来不可以改变 我举个例子 实际你看从他离开 Police之后的那些音乐风格 一直是这样的 也很诗人化 他的音乐 他是最简约的 比如说 我一写一首歌的 一个旋律 这个素材 他能跟他写出六七首来 他有个就那么一句 反来伏去的在唱 但你不停的腻 他编曲在不停的动 他其实音乐风格是特别统一 YouTube也是这样 YouTube也没有说 今天搞RMB了 明天又搞拉丁 YouTube永远是那个最 对就是这个Edge 他自己的手就Edge 最标志性的 Delay 以上一听就是YouTube 其实我们追求 刻意的改变 那个 就太受港台文化影响 我当然就没有冒犯意思 香港因为我觉得 跟我没关系 一个好的歌手 其实对自己的音乐 应该很自信 或者说 正因为你是这样的 人们才会喜欢你 你不够好 你才会需要 拿这个试一下 明天那个试一下 是 这样不改变 你觉得那几大天王 在中国大陆的影响 是不是被人为夸大 被商业因素 做成 其实我不太喜欢 这个天王 这个就封建 封建迷信那种 封建迷信没错 和他里天王什么 对 其实就是 我说句话 他们 不错 但没有至于那个水平 在我看来真正天王 只有Michael Jackson 那是超越所有的爵士 什么流行摇滚 如果你足够好 所有的各个领域里人 都会承认你 对 就跟Beatles一样 古典音乐家 依然很尊重Beatles 没错 没错 Beatles Beatles已经成了经典 它就是经典 但是港台音乐 在我的音乐成长过程中 起到了一个启蒙的作用 如果让我上来听巴赫 或上来听古典音乐 听摇滚音乐 我可能不接受 我必须要听 从太阳林 起琴 这些人入门 请好听的东西 吸引住我 然后再去听Beatles 有个成长过程 就等于说 他们的比较甜 能让你很容易 砸满出来甜味 就得先吃饱 就是你再品尝 先吃饱 今天想粗粮 但我听过一些年轻的人 他们好像真的觉得 那是偶像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曲江楼灌 文明启示录 你说那是年轻人 我觉得那是两回事 那是偶像工业和一 我看着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